超英主席 康太 美娟校长 各位嘉宾 学校的校长 老师 学生 大家好 超英说得很好 是不是 因为超英主席担任我们这个环境运动委员会 已经做了三届 每届两年 就是做了六年根据学校的 根据政府的校规 他就要荣休了 所以这次应该如无意外 应该是超英最后一次出席 我们这个绿色学校长 所以大家今天这么好听到他这么动听的说话 是很难得的 我们给点掌声 多谢超英主席 好吗 超英说得很好 教育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大家希望有一个更加环保的未来 应对气候变化 一个移居的环境 小朋友 小学生 中学生 大人都要做环保 他说的说话 我大部分人都认同 不然有两方面 我都忍不住 不是很认同 我想最近的山竹超级台风 相信在座大家都是有所感受的 这个超强台风相信都给我们环保界的朋友有所启示 超英说 这些极端天气 影响当然是不少基层的市民 但是这个台风告诉大家 就算你住在一些相对中产的地方 例如恒花村 它所受的冲击不比其他人少的 所以我纠正了超英所说的 不单止基层市民受影响 其实所有的香港人 住在南区也好 恒花村也好 其实气候变化 引着极端天气是人人有责的 所以 不好意思 超英 这个是大家要应对的 所以超英说得对的就是说 我们的现代社会走到这一步 要有些反思 怎样一个低碳的生活是重要的 今次这个超强台风 比如说恒花村 一个海水上升 加上这个强的风 浸了恒花村 不止今年 上年天革 有一次 一年 有一年 这个的警号是重要的 所以今天希望和学校的朋友 希望大家帮忙 记住两件事 知道两件事和两件事是需要行动的 希望大家透过你们的网络 学校 学校 教育 在家 在校 大家一起去改变 第一 要了解什么叫低碳生活 就是 怎么为止 一个所谓的英文 no common living 是什么东东呢 政府在今年出了一个叫低碳生活计算机 大家学校都有测验考试 这个方便大家去简单量度一下 大家日常医 食 住行 究竟你那个碳竹印碳排放是多少 是一个 是大浪鬼啊 还是一个省神呢 还是一个碳小强啊 还是一个 碳竹印是很差的呢 那么这个的低碳生活计算机呢 在网上呢 是大家填十几条问题 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量度 知己知彼 同时间呢 有很多衣食住行 低碳转型的提示 是给大家的 希望在座的校长 老师 同学 大家一起推广这个低碳生活计算机 因为这个计算机呢 是因应香港的环境 度身订做 希望给大家一些提示 一些提示 大家一起在生活上 落实这个低碳的转型 那么第二个讯息呢 希望大家都留意的就是说 今次譬如说横花村 除了是这个海水 染浸了他们的一些地带之外呢 大家在网上 在报纸看到 很多的一些塑胶的产品 特别是一些积气的塑胶 是掩盖了他们很多的近岸的地方 所以第二个呢 包括香港 包括全球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个反思 塑胶很方便的 但是 一些这么多积气的塑胶 就算你说有某程度的回收 其实呢 都是不环保 不可持续的 所以希望呢 大家今天 除了拿奖之外 在平时生活上 低碳转型是重要的 同时间 希望大家学校校方 小朋友 大家真的想清楚 如何在家里 学校 减少 积气塑胶的使用 香港都有一个塑胶购物袋 收费 第一期 八九成的人呢 去超市 都自备购物袋 能够减少这个积气塑胶的使用 香港人 是可以是很环保的 但是在其他生活上 有很多的积气塑胶 仍然是大家 值得再想多些 如何在生活上 进一步落实 走速 减少积气塑胶 这里呢 当然是 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 从2000年开始的 六色校长呢 已经做了十几届了 全港呢 累计有成 差不多八百九百间的 中学小学和幼儿园 参与 是不错的 来到这一步 我们希望大家 是在生活上 更加结合一个环保的转型 令到香港 令到这个地球 是更加环保 香港的环保 是一直向前走的 你看到后面那些公仔 都有一些代表 比如说 你看到这里的树 越来越大 代表什么意思 香港的郊野公园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知道吗 过去的郊野公园 在过去几年 已经大了五十公顶 在我们任来 我们会开发一个全新的郊野公园 叫做鸿花岭 占地大约五百公顶 希望在第一两三年后 大家都可以去这个郊野公园 全新的 去享受这个自然 或者超英讲 多些接触自然 是能够令到大家心亢神移 这个回收桶 也有啟示的 近时就说三式回收 但现在开始 不止三式 这么简单的了 有四式五式 比如说 香港的玻璃瓶回收 我们已经是加大去覆盖 现在在九龙香港岛新界 已经有三个合约 全面增加香港的玻璃回收 希望大家在住的地方 海外的地方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找我们承办商 放玻璃回收桶 加大香港的玻璃回收 这个太阳能板 在这个10月1号 即是下个月1号开始 也是香港可载新文园的 生理程碑 我们透过和两电的新的协议 就说有一个叫上网电价 就是过去做太阳能发电 可能要几十年才回本 但现在有一个优惠的价钱 是给大家 学校或者在地方 晒得太阳的 太阳能板 就可以在10年8载 就可以回本 这个也是香港 结晶能源 减碳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另外这个 就是说这个 廢电器的回收 简称这个四电一路 即是说 现在大家去买新电器的时候 那个零售店 就会帮大家 有一个免费除旧的服务 大家希望善中它 就算 如果你家里没有买新电器 有旧电器 也有一个 免费的 一个热线服务 26768888 你打开 大约一星期左右 预约就可以去到你家 上你的楼 拿走旧电器 这个电器回收之后 就不会乱丢的 如果不是太旧 它就会维修它 可以再捐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如果太旧的话 就会拆解除毒 令到它们的资源可以循环 这些都是香港近年的进步 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了解气候变化 也不是下一代的事 超英 第一个就是 是下一代的事 气候变化是昨天的事 今日的事 明日的事 大家的事 希望大家低碳主政 多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